盈日词 郭靖 作曲 刘硕 作曲 刘硕 刘硕 作曲 刘硕 盈日词 郭靖 《贵野词》 作曲 刘硕 投钉 刘硕 投钉无杀谋 采封 刘硕 老 不为钱贵 为公导 岛山火海也勇敢闯一遭 大岸丢高招 小岸心思巧 不管地多厚 不管天多高 前路在我心中 哪怕风雨摇 工岛工岛是左官之道 不论你怪他还是开销 厚道厚道是左人之道 银长心让你没烦恼 工岛工岛是左官之道 青天艳阳高高招 厚道厚道是左人之道 世人随方我一朝 工岛工岛是左官之道 不论你怪他还是开销 厚道厚道是左人之道 银长心让你没烦恼 工岛工岛是左官之道 青天艳阳高高招 厚道厚道是左人之道 世人随方我一朝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一菌保护高达99.9% 更有新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补全家 好 我告诉你张三 第一 本官从来没有去过南山县 第二 火跟雪在一起是会融化的 来让 把他给我压下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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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何金芝你说吧 为什么要找个假证人来骗本官呀 我不知道 你们到底玩过了没有 陈梦极 你说过会救我的 大人 我们那一直纠缠于 究竟这个女人是不是孩子的母亲 她究竟在哪里出生啊 这个证人是从哪里来啊 这一切都走错了方向 根本 这不是一个弃鹰案 而是一个阴谋 宋志杰 你不要故弄玄虚了 明明是一桩简单的案子 你为什么要把它复杂化 怎么会是一个阴谋呢 孟吉兄 我是说这个女人呢 毫无疑问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 所谓阴谋 是第一个来认孩子的女人 是为了钱财 这是一个谋财的阴谋 就算你讲得通 整个案件被一个女人混淆了 但这只是一桩简单的弃鹰案 绝对不是什么阴谋 孟吉兄 我今天不是跟你作对的 我只不过是想帮大人而已 今天我只想让这个女人 尽快和孩子团聚 接着捉第一个女人回来正法 那我们这局棋 这局残棋 不就就此了断了 你就是想把事情闹大 什么阴谋 什么第一个女人 什么母子团聚 你越搞越乱 你居心何在 你是不是见到我丢尽颜面 才开心呢 你们到底吵过了没有 全都给我闭嘴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呀 把孩子还给我 不要吵 不要吵 不要吵了 何吉祥你不要吵了 你再吵的话本官送你去监牢啊 不要吵了 我怕什么 我已经拼了一死 陈孟吉 你这个人命充气的混蛋 何吉祥 你和那个陈孟吉 是什么关系 大人 我与这个女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把她送入大牢 好女个陈孟吉 我脱汉生子 你就想整死我 你这个混蛋好好想想 我为什么会有今天 陈壮师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 何吉祥她是不是你的发妻啊 陈壮师 我没有这种丢脸的妻子 那就是说这个小孩是你的了 这个野主不是我的 陈壮师 人命关天啊 如果你所言属实的话 那这位妇人是要进猪笼的 随便 死十次都活该 是 我是活该 我最活该的就是 悟性了你的甜言蜜语 成亲十年来 有九年半我都是在家独守空房 你却在外面夜夜风流 你这个 活该就是活该 通奸就是通奸 死有余辜 大人 把她进猪笼吧 喂 陈孟吉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还是不是人啊 她是你老婆呀 她是我老婆 我要她死她就得死 你有老婆还追菲菲 自己追不到手 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够了 哪个在胡闹就重打八十 你追我妹妹是何居心的 宋世杰 这个贱人会找到这里 你又是何居心 你自作孽是你该死 我做的孽远远不如你 这个贱人 你们爱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吧 陈孟吉 怎么 就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你很想做我大舅爷吗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我 不要 不要啊 不要打了 回去看菲菲啊 走她 回去 走啊 走什么 有啤酒在这儿放 你还不够丢脸吗 绿头疾 你想在这儿当众说说 你是怎么戴绿帽子的是吗 怎么 还没玩够是吧 还想演场戏给我看 好啊 你明知道那个人是你老婆 你还骗我帮你 好 我自己笨 但是你有老婆还追我妹妹 人人都知道你追我妹妹 你叫她以后怎么见人 宋世杰 我对你的了解太少了 我对你的了解太少了 我不知道你这么会演戏啊 你费这么大的心思陷害我 果然是厉害 成王败寇 这个彩头是你应得的 我跟你说过不是我做的 你不要再装了 这里只有你和我 你不会告诉我今天才知道她是我老婆吗 我跟她有一腿啊 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啊 这样的货色我不敢兴趣 你这个人人头猪脑 你做第二都抹黑了我这个第一啊 宋世杰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搞得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你还心心作态 你这些乱七八糟的家事我不想理 总之我跟你说过 你让我的妹妹难过 我就让你活得比死还惨 后会有期 不错 我就是要玩你妹妹 玩完之后 我就把她当残花一样 踩来踩去 你怎么样 活该 谁让她是你宋世杰的妹妹 玩完她我再玩死你 怎么样了 连造底都找过了 就是找不到二小姐 再去找啊 是 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 没见到啊 菲菲会不会有事啊 你放心吧 菲菲一定没事的 你怎么知道会没事 你怎么保证她一定会没事啊 那我和自在飞花再出去找啊 啊 师父 为什么搞成这样 这个陈梦基打架都比别人下流 光是打左边 菲菲呢 哎呀 她不见了 真没用啊 好啊 兄妹同心 棒打落水狗 你哥哥用拳头 你用什么呀 出手吧 是我哥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 那又怎么样 他也比我好不到哪去 要打要骂就痛快点 我没什么耐心 我就算打了你 出了一顿气 又能怎么样呢 那你想怎样 你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 想跟我远走高飞吧 你 我是希望能和自己心爱的人远走高飞 但绝对不是你 你这个人 依我看 除了为你自己 不会为任何人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知道 你陈梦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就在眼前呢 我眼前的是一个为了跟我哥斗 不惜欺骗别人感情来打击对手的人 我搞不懂一段感情 对于你来说 只是一种手段一个游戏而已吗 那里当我不是人好了 我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赢宋世杰 赢了我哥又能怎么样 能得到什么 名 利 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 身边不会有一个真正关心你爱心你的人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可怜吗 女人哪 女人最喜欢感情用事 感情这个东西 你越不付出 你就越不会受伤 你越紧张 你越发现到最后游戏的掌控权不在你的手里 最终一生受控于人 这才是最可怜的 说到最后 你不过是个没胆的孬种 当初跟人家成亲的时候 难道半点真心都没有吗 既无真心 你又何必许下诺言误人一生呢 你就真的忍心 送你自己的妻子去死吗 不管你是 如果你不是存心玩弄于我 今天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你有没有想过 这所有所有的一切 其实不是因为我哥 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今天来 不是来打落水狗 我所说的话 句句真心 陈梦吉 怕输的人 不会赢的 我劝你 趁早打消想赢我哥的念头 否则 你会输得更惨 还有 我希望 如果有一天 我们能够再见面 我们能够再见面 我能够看到一个 能够以真心带人的陈梦吉 告辞了 判字写好了 请过目 真的要这样吗 两位大人 请过目 修书 我两年前已经修了何金枝 男婚女嫁 早已各不相干 陆大人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呢 你们两个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没什么关系那就没事了 但是按照律例 未婚产子 一样要进猪笼的 不是有人暴称他的夫君 在南山县吗 是我们官府无能 找不到他的夫君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 应该判无罪释放啊大人 既然如此 孟吉告辞了 大人 孟吉跟徒弟要外出游玩 不能再为大人效力了 真的很抱歉 哼 哇 好陰险的表情啊 我没事 我知道你没事 没事就回家吧好不好 好啊 我想出来走走 看看 这么晚了有什么好看的 走吧回家 你看那儿 别哭了啊别哭了啊 师哥对不起你 如果不是因为我 陈孟吉不会这样对你 天天 你 不关你的事 我控制不住 我就是想哭一切 你 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陈孟吉了吧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 可是我真的不开心 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为什么我招亲会没有人来 为什么有人追我了 可又是假的 我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喜欢我 能来疼我 我宋世杰向天保证 我一定帮你找到个好男人啊 你放心 我 都是因为你啊 我要不是因为是你宋世杰的妹妹 我根本就不会有今天 我恨死你了 我根本就不想吹你的 哥 你怎么了 没事 打那边不要紧 这边被陈孟吉打过了 哥 你看你被陈孟吉打成这个样子 平时你就不能学点武功 你光会动你那张嘴 不是你会保护我的吗 哥 你别再去找陈孟吉置气了 不值得的 你虽然算不上一个好人 哥也不会像他那样 做出那样下流的事情来 你跟他打架就是在侮辱你自己 我不让你这样 好好好 回家了啊 来啊 走 哥 等你伤好了 我想去杭州 我要一个人去 菲菲 你就让娘跟你一起去吧好吗 娘啊 她都说了想静一下嘛 你跟着她去 她怎么能静得下来啊 那我安静一点 不出声就是了 好吗 娘 我又不是第一次一个人出门 我只是出门去小住一下 过段时间你们再来探望我 这次和以前不一样嘛 娘不放心呢 我宋世杰的妹妹嘛 不会有事的 哥 我不要做你的妹妹了 你是我姐姐行了吧 姐姐喝茶 菲菲 师父 我在门口都听见了 怎么你又要去杭州啊 才回来没几天嘛 要不过一阵子我配你去杭州 我是你静哥哥吗 没有其他想法 别说了 你师婆都没份去 几时轮到你啊 女儿 都是娘不好 娘不应该胡乱自作主张 学人家给你牵线搭桥 才让那个混蛋有机可乘啊 上次昭虚大会是这样 这次又是这样 我 娘 你着什么急嘛 菲菲她呢 又不是马上就走 那菲菲啊 哥哥现在有些要紧的事要做 我一做完呢 就去杭州陪你范州西湖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宋老师 宋老师 我先给您来回雨前农景 宋长师 好啊 公孙安分 果然是胆色过人 今天还有胆量来啊 宋长师 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说 你猜不到陈猛吉 会这样对我妹妹啊 宋长师 所以你就难辞其咎 亲自来道歉是吧 宋长师 我看你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样子啊 是吧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就是你一句什么四大希望 害得我妹妹多难受你知不知道 我得多谢你 这两天我宋某人成了打手 今天我就成全你 还说打不还手 自然反应而已嘛 顶嘴 还说骂不还口 不是啊 对不起宋长师 你真是好样的公孙安分 我对着你真是骂不出口 打不出手啊 宋长师 姑娘 姑娘 请把扇子还给我 我 宋世杰 是你 是啊 麻烦你 小心慢慢来 多谢啊 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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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广东梅庵县人士任职壮师 冲 出没地点 第一楼一号台并有长期定位 忠 指扇 指扇上书宋世杰三个字 是身份的象征 又忠 连画像都那么像 就是你 追 子娃 我打不中你 你是不是觉得很遗憾呢 是不是有被人打的瘾啊 我是想请你 带我向令妹说句对不起 我真的想不到 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 如果你觉得打我可以消气的话 你就打吧 出入宋府 不出所料 果然就是宋世杰 如果我打你 你会好过一点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碰你 我要让你一辈子都不好过 不是的 宋世杰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听过你所有所有的事迹 我好想好想嫁给你 求求你答应我吧 宋壮师 这把扇子这么重的厚礼 我不方便收啊 这种官司就拜托你了 什么呀 这位姑娘啊真是 她这是一表人才 我祝你们呐 早生贵子开枝散叶 红杏出墙 常出常有啊 慢慢谈啊 你去哪啊 宋府很宏伟啊 世杰哥哥 你的朋友怎么这样啊 一点礼貌都没有 说走就走啊 我不是宋世杰 他才是啊 你不用不承认了 我一早就已经明察暗访 了解你的一举一动 你是骗不了我的 我真的不是 你还不承认啊 我捡了人家扇子 也不代表我是啊 我明白 我这样突然之间 要你答应娶我 确实是躺过了一点 我也想过 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 不过世杰哥哥 我相信 给我时间 我们一起相处 你会发现 我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我会成为你心目中 最好最好的女人的 好 你很好 没人比得上你 但是我真的不是宋世杰啊 你明明出入第一楼 而且还要只善为证据 最重要的是 你看 你跟这个画像 简直是一模一样 可是 你居然还不承认 喂 不要哭 不要哭了 我最怕女人哭了 跟我来 喂 你看 你看这幅画 这幅画是我好不容易突然找到的 怎么这里也有卖的呀 你跟我进来 你看啊 方唐靖 陈梦吉 刘华东都有的 宋世杰呢 因为是四大名状之首最出名 所以刚刚卖完 还有这边 李白 陆游 诸葛亮都有的 不知道为什么全能有条辫子 变成清朝人了 这里 是不是很眼熟啊 这些是我们梅龙县的特产 是游客必买的纪念品 几文钱就能买一把的 在下父亲公孙 取名安分 在衙门里做师爷而已 我真的不是宋世杰 对不起啊 我搞错了 打扰了 姑娘 姑娘 请留步 姑娘 你的胃口真不错啊 我从家里一路走来 到梅龙县的时候 我的钱都用得差不多了 所以 我好久没有吃得这么丰盛了 谢谢你啊 公孙先生 不用客气 这么说你为了找宋世杰 盘缠已经用尽了 那你怎么回家呀 我没想过要一个人回家 就算是要回家 我也要跟我的夫君一起回家 你不用那么痴情吧 姑娘你叫 我家应巧儿 大家都叫我巧儿 巧儿姑娘 你家住在哪里啊 不告诉你 省得你找人去通知我家里人 说我现在在这儿 反正好远好远的 那你说你长途跋涉 来到我们梅龙县 只是想和宋壮师他 成亲啊 这个是我一直追求的梦想 宋世杰 四大名状之首 金牌壮师 在他的眼里 从来就没有打不赢的官司 但是你现在说的是 四大名状之首宋世杰呀 你觉得他 为什么要娶你呢 或许 你觉得我好傻 没有头脑 可是在这个世上 从来都是有好多好傻好傻的人 建立起来的 如果没有他们好傻好傻的 修桥铺路 好傻好傻的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的话 或许我们今天连这些菜都吃不到啊 所以我相信 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 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我这里有些银两 你拿去找客栈 虽然我个人觉得你的理想真是渺茫了一点 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你钱用完了 再来衙门找我吧 多谢你啊公孙先生 你是第一个支持我的人 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 那我祝你成功 可惜你不是宋世杰啊 公孙先生 你有没有成家啊 没有 怎么问这个 应该不会啊 宋世杰呢 是条件好 要求高 所以迟迟娶不到妻子 像你这样 应该不难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能有要求嘛 虽然我不是四大名状之首 但是说不定将来我会成为广东第一师爷的 唯有我的理想啊 好啊 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理想干杯 干杯 公孙先生说 刚才那个人才是宋壮师 那也就是说 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府上 对 这一次一定不会弄错的 姑娘 请问你宋府在哪里啊 你找谁啊 我是梅龙客栈的小二 是刘壮师叫小人去宋府送信 小人出来此地 不知道宋府在哪里 哦 请问这里是宋府吧 是啊 我是奉刘壮师之命 来给宋家小姐宋飞飞送信的 那把信给我吧 不行 刘壮师吩咐过了 一定要我亲手把这封信 交到宋小姐手上 那有请姑娘 那有请姑娘 小姐 这位姑娘有封信要交给你 喂 我们小姐在这儿呢 哦 哦 刘壮师有封信给你 飞飞姑娘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 相信我已经离开了梅龙县 华东虽然很想继续做你师傅 但事非得已 请原谅 婴儿的事令飞飞姑娘难过 华东在此 忠心地向你说声对不起 虽然我们相处的日子不多 但是能够令华东再三回味 公堂之上 华东唇枪舌剑永不饶人 但在公堂之下 我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和飞飞姑娘一起 我感觉无拘无束 虽然我不知道何时才可以和你相见 但是我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 只要有缘 一定可以再见 华东败别 华东 不要太伤心了 是不是和情郎分割两地呀 如果真的喜欢他就去找他呀 你怎么还在这儿不走啊 我还有信要交给宋壮师 他在哪儿啊 他没这么早回来的 没关系啊 我在这里四处走走 等他了 站住 你根本就没有信给我哥 你是他的追星族 宋小姐果然聪明 那你就告诉我一些你哥的事情 比如说他喜欢什么有什么嗜好 除了第一楼之外呢 还会在什么地方出入啊 你走吧 我哥平时呢 最讨厌这些疯狂的追星族了 他回来一样赶你走的 走吧 我跟其他的追星族不一样 我是真心诚意的喜欢你哥 说不定有一天啊 我还会成为你的大嫂呢 是吗 没看出来 走吧 那我也没看出来 你和那个刘壮师会有什么可能啊 我不信你这么说 其实啊 这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的 对不对啊 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断的努力 什么事情都可以实现的 这还差不多 算了 我教你吧 我哥这个人呢 不喜欢那些疯狂的追星族 所以你一定要乖再乖 他就会喜欢你了 还有啊 太阳下山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了 你呢 就在门外远远地看着他 千万不要打扰他 记住了 走吧 谢谢谢谢啊 客官 这张是四大壮师的专用桌 您坐那边好吗 你 都叫了你 不要坐在这里 你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 宋老师 是你想死啊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好好好 还不上茶 你慢坐 大人要找宋某人喝茶 就早点招呼嘛 我叫他打点得更精心一点 所谓相请不如偶遇 上次在梅龙县见到你的时候 你屁股上的伤 应该没事了吧 王晓二 王晓二 当日的情形是怎么样 你从头说一遍 不用说了 宋世杰见过大人 我是王晓二的壮师 宋世杰 你叫被告不用说是什么意思 被告王晓二醉酒行凶 大人 他的酒味大到现在还能闻得到 他醉成这样 他怎么会知道当天发生了什么事 宋壮师此言看似有理 但酒醉三分刑 他总不会完全不记得吧 那么大人前晚去过醉仙楼 你做过什么呀 宋壮师 我看你今天似乎针对本官而来 竟然查出本官前晚和朋友喝酒 我现在就讲给你听 前晚我只是和朋友聊天而已 那我现在就告大人你醉酒行凶 是的话你就承认了吧 你当晚和朋友喝酒 喝多了 酒后发狂就措手杀人 你还不认罪啊 一派胡言 信不信本官打你三十大碗 宋世杰有功名在身 你说打就打呀 你现在控告王小二醉酒 杀人既无人证又无物证 大人你那晚也喝醉了酒了 为什么不能说你杀人 起 你那是你杀人 我就是雷鲜 你一个草夷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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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得在乎 爸爸先生 我说过要上经告你预状的 见到黄马挂还不下跪 再想啊不用想了 见黄马挂不下跪者赵丽英打六十 你们两个我认识你们俩给我打 干嘛 想被抄家吗 打 大人 得罪了 打打打打打打 快点快点 打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你这黄八卦是假的 哎呀 我就说嘛 坐大了 那间铺子啊 坐得又难看又不合身 宋师姐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自制黄马卦 还在公汤之枪打本关 来人 马上把他关进监牢 等我上报朝廷 择日将他出展 上报朝廷 大人 这么一件不合身的黄马卦 就打了你几十大板 让朝廷知道 你想你还有没有官座 你丢尽了朝廷的脸呢 我宋师姐俊我的人头来换你的官 是啊 衣服是假的 但是 我说过我要双倍奉还给你是真的 来啊 哎呀 真可惜啊 大人 当日没有打足你六十大板就被你发现了 你现在贵为二品大员呢 我这辈子恐怕没有机会补足了 当年我是一个五品官 尚且被你戏怒 今日你已归为广东四大名状之首 我区区二品在你的眼中又算什么呀 那倒是啊 说真的 说到胆量呢 我宋师姐感人第二就没有人感人第一 就是因为你胆子这么大我才放你一马 如果不然我真会斩你的头 哇 大人 如果你真的斩了我 那大胆的是你 不是我呀 其实 这次来找宋壮师 是想听你对叉烧包这案子的意见 叉烧包一案非常简单 县官贪赃王法 万老爷纵妻行凶 冤案二字呢 比这两个大饼还要大 没什么难度啊 宋世杰 你当天将陆小枫由原告说成被告 虽是受他爹所托 但你罔顾法纪 扰乱公党 该党何罪 哎呀 洛大人 你现在官制二品 但是官威远远超过二品啊 此乃官场大计 难怪你停步不前啊 空有如黄之蛇 不以替民申冤为己任 你的良心何在 哇 大人 人世间黑白难辨 是非难明 良心二字代价很大呀 宋某虽然大胆 但是不至于大胆到背着良心两个字满街走啊 本官真是佩服宋壮师的一张 灵牙利嘴 公堂之上黑遍白 白遍黑 公堂之下仍然是滔滔不绝 威力十足 大人贵为梁广总督现在明明有一个冤案 却说是苦无证据 然后就抓着宋某人发泄 大人真的那么有良心 就出去做点事情吧 哼 适才傲物 有恃无恐 宋师姐 你心无正义之粮 何所事 唉 做官的永远都不用买单呐 唉 不对 你们还有养性下棋呀 错了 隋风小姐 表面上看来呢 我们是在下棋 其实呢 我们是在研究洛大人的想法 唉 说真的 你好不容易请到洛大人来帮我的忙 可是我怎么样才能让他帮我替茶烧包深渊呢 哎呀 难道真要我把万家几十口人 再叫来重新说一遍吗 那不如这样吧 我再去求一下洛大人 好啊 你们不用麻烦了 洛大人 我决定明天去一趟凤阳县调查案情 等整件事情了解清楚之后 我再做决定 接不接这个案子 哦 对了 那里是你的家乡 你和我一起去吧 下官大人是求之不得呀 二叔为什么突然决定去凤阳县 一来是为了帮你还陆小凤的琴 谢谢二叔 那二来呢 是见到宋世杰之后我才做的决定 你见过他 他这个人狂妄自大 顽世不恭 但是他的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每当你见到他的时候 可能就会失去冷静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也未必去凤阳县 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力量 来帮我爹喜悦 对吗 那二叔 宋世杰他会不会死啊 不知道 如果我们运气好大获全胜 或许大家都可以保住性命 也许有一天 你们可以真真正正地在一起生活 这也说不定 二叔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宋世杰了 总之得记住 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嗯 客官 慢走 慢走 掌柜 给我来一间上房 好嘞 给这位姑娘准备点上房 好嘞 姑娘 对不住啊 这段日子生意忙 刚腾出现房子来 您稍等会 那就给我先上点小菜 我边吃边等 好嘞 好嘞 小二 带姑娘里边坐 好嘞 姑娘 请 这不是宋世杰的妹妹宋菲菲吗 是不是真的呀 是不许啊 是她呀 是她 是她 宋世杰的妹妹 就是她 前一阵子我去梅龙县 听说宋府招亲就去凑热闹看了一下 谁知招亲大会没人来提亲 喂 她来凤阳县做什么 她喜欢这里的男人多 想找人要啊 你仔细看清楚 为什么没人要 喂 你们别太过分了 发脾气啊 要不我娶你吧 要是啊 不过窦房那晚你可别发脾气啊 给我打 牛仔的面里打呀 你打 打 来吧小宝贝 起来啊 起来啊 起来 孙二小姐何必弄脏自己双脚的 你们几个 还不快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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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问尊姓大名 小人名字不足挂齿 小姐一个人出门万事小心 小人先告辞了 进来 少爷 宋二小姐她没事了 她只是碰到几个无赖 云中已经打发掉了 现在宋二小姐已经回房休息了 出去就被人调戏 躲在房间里就无聊得只能绣花 做女人怎么这么惨呢 是你啊 大侠 奉我家主人之命 你家主人是谁啊 我先走了 菲菲姑娘 你收到信的时候 一定觉得很突然 就好像华东第一次遇见 菲菲姑娘的那晚一样 很奇怪为什么姑娘 总是那么好管闲事 为了别人的一块玉佩 尽心尽力 何时毕没遇上知音人之前 人人都以为她是一块烂石头 无人珍惜 但一朝成名就流传万事 可见逆得知音人 方是人生最大的姓氏 也是人生最难的事 寒夜清凉如水 请姑娘小心加溢 小二哥哥 小二哥哥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早上 很能打那个 一个人可以打四个无赖的那个大侠 没有 没事了 宋小姐 啊 是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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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